又要去旅行了 我的天 我是一環 我喜歡獨自旅行 我未來要當CEO 喜歡獨立的感覺 有人激起我的時候 就變成人來風 還有一點小自戀 我是品馨 I like this 我未來想成為一個idol 比較熱情 有自信 膽小 我們要去旅行了 你打工基金的用途是什麼 我要買很多漂亮的衣服 轉錢去追星 換台幕托車 換台台新手機 登記我的攝影裝備 走出視訊 有一種旅行可以不用 被手機綁架 有一種旅行可以不用 保留任何人 有一種旅行預備 少女要跟我們去挑戰 沒有大人插手幫忙更新 Find out 你抽到的12號 我的地點是什麼呢 之所以這麼開心就是因為 你進入爸爸的彰化 這是爸爸的家 對 在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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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宙的力量 就是這樣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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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疑 一虎二路三蒙甲維 清代三大港口城市 在那邊歷史最悠長廟宇的 對面尋找阿道 所以阿道是 人 哦 爸 慘了 我都不看 我懂什麼意思 拜拜 好吧 我們現在就是要先去 火車站 問一下有沒有客運這樣子 就在那裡而已 這麼的簡單嗎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就是 這個俗夜 這個二路是鹿港嗎 是沒錯 一虎是台南虎城 二路是鹿港 三蒙甲是台北的蒙甲 哦 對 那是清淡 站到比較大的港口 那就是了 是鹿港 他請問是哪一班有通到鹿港 你看應該快四十五分鐘 大概要多久 從這裡搭過去 大概四十五分鐘左右 現在是八點快半了 搭過去四十五分鐘 十五分鐘 我覺得應該是來得及的 下去…趕快 來 你要在關門 這裡是哪裡 先問鹿港老街在哪裡 去鹿港老街要幹嘛 不知道 不然我們就先去鹿港老街 然後問人 有沒有養鵝仔的地方 受不了那個 熱 映陽高照的那個溫度 想趕快跑 對 到一兩處 想趕快離開 我想問一下 請問妳知道阿道是誰嗎 阿道 什麼阿道 這是 阿道是在吃的 我們要在等嗎 後空在哪 是那個嗎 阿道嗎 對 我們來過 超讚的 老闆 請問妳是老闆嗎 老闆 是… 是 阿道嗎 對 請您幫我們解釋這個 插足養鵝嗎 以前是在我們鹿港 可是現在就是因為 海水的那個河水的淤積 現在它已經往南部發展 在芳苑這個地方 好 你們要去那裡嗎 滿遠的喔 還是我給你們一個機會 賺一點旅費過去好不好 好 好 我先帶你們認識桌號 這裡是三號 我們沒有一跟二 所以就是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 十一 錯 偶數 這是技術 桌上都有寫 然後我們這裡有三個二樓 隔二 前二 後二 樓上是從三開頭 三一 三二 三三 總共有四十二座 桌號要記清楚 菜不可以端錯 端錯會扣薪水喔 我們這個地方都會比較多的阿伯 好 阿姨 比較年紀長的爺爺奶奶 他們不會點 所以我們要幫他指導一下 我台語是沒有辦法到很好 但是不會擔心 就是因為自己家裡也有阿公阿嬤 我是 人屁股 亂吃 歡迎來六港吃黑阿賤 你們講得這樣不行啦 人家會聽不懂啦 阿嬤 阿公聽到有心臟病 都會受不了 要經常講跟我講 歡迎大家來六港 歡迎大家來六港 來吃蚵仔煎 來吃蚵仔煎 不要緊張 歡迎大家來六港吃蚵仔煎 很好玩 因為我自己很愛吃蚵仔煎 然後看到那麼多蚵仔就很 我覺得很興奮 妳們很開心 有 很美 還要吃幾大鬼 那我不開心 那妳高興呢 那現在我們跟這個阿姨 學叫賣 好帥喔 帥哥好了 真的阿姨這樣叫 來喔 看誰叫得比較大聲 就留在這裡 來喔 趕快進來喔 不用等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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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妳喊到變這一張了 沒有 應該沒什麼問題啦 沒有問題 冷氣很涼喔 欸 冷氣超涼喔 超涼的喔 冷氣超涼 要幹嘛先 向北海道一下 趕快來喔 趕快來 趕快來 我來先頭吃 冷氣好涼 好涼喔 阿姨很可愛耶 寶寶姐姐 姐姐跟姐姐在一起的時候 耳朵脫 這打工激起我來了 我就分開來了 希望老闆會滿意我的表現 他沒有做好 準備嘛 扣錢 其實很多人都來過我們鹿港 大部分的人都是來逛老街 或者是遊我們的古蹟 但是其實鹿港以前是一個 很重要的港口 我們蚵仔跟蝦喉 都是在鹿港出產的 大家其實來鹿港都吃蚵仔煎 蚵仔 因為早期我們就是一個漁業社會 所以我們就是靠海上漁獲來維生 所以變成說來的 我剛剛就是必吃蚵仔煎 民宿小吃 來 你們的 也太多 你們辛苦了一天的代價 謝謝 知道為什麼路長會賣蚵仔煎的嗎 因為以前是種蚵仔 養蚵仔 蚵仔是用養的 不是用種的 一人一個 謝謝 辛苦的代價 你們太快了 好 七到十 這個給自己幾分 七 我給自己 九 我唯一那個一顆心就是 到後面的時候 宋三已經不知道在講幸福了 因為我會說慢用跟 小心燙 然後 到後面我就會說 慢用燙 小心用 慢慢燙 對 我就要吃燙了 終於要吃了 好吃 好吃 有一種旅行 預備少女藥 跟我去挑戰 沒有大人插手幫忙的情 Find out 尋找早期社會富貴人家甜點 古代美女五官 特質古代美女眼睛形容 什麼鳳眼睛 什麼高的 鳳眼睛 對 這個我知道 我可以趕你們去 這個 出發 再見 再見 謝謝 這個就是我們入港的五大街 也是我們入港的不見偏街 為什麼叫不見偏街 上面有搭那個遮影棚 讓來採來逛街的人 不會被風吹日曬雲的 所以說很穩不見偏街 所以說入港古蹟也是相當多保留的 比較完整 野花跡的比較少 我們在金錢龍49年 入港正式開港 所以說你現在有240多年 好久 鳳眼睛 是這間嗎 你好 你好 你是老闆嗎 對 你好 這邊是賣鳳眼睛的嗎 對 我們是鳳眼睛的創始店 你們知道鳳眼睛是什麼東西嗎 就是很好吃 這樣子 就是很好吃 很像鳳眼 鳳眼睛這個東西 到我已經是第五代了 因為這個東西在清朝的時候 就是一個有錢人的下午茶 那時候的有錢人 就要吃這種小小的軟軟的膏 在泡茶在請客的時候 會很細緻 那到現在呢 鳳眼睛還是全鹿港 醉酒的一個名產點心 等一下會讓你們試著做做看 來體驗一下這個東西 我可以吃掉一口 可能在做的時候就吃了 好吃 老闆說來檢查 怎麼都沒有了 只有這兩個材料 看得出來是什麼東西嗎 糯米粉 一環猜對了 你們可以摸摸看 硬的呢 豆沙 牛奶 不順牛奶 這個是濕糖 它就是糖 但準確的說叫濕糖 那我們最傳統的鳳眼膏 是在一百多年前 那個時候什麼都沒有 我們甚至連麵粉都沒有的年代 你要怎麼做出一個膏呢 就是用這個當年酌劑 老闆我們這樣子可以嗎 不行 變成這樣子 又不是那個糖 又不是那個粉的東西 這個東西就是人家說的 糕粉 加油一下 再努力一下 讓我很驚訝就是 這個鳳眼膏是沒辦法用機器取代的 需要人工愛吃 愛的溫度 吃完就愛上老闆 很多人會問說 為什麼鳳眼膏要做做鳳眼膏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是從百年前 清朝末年的時候就出現的點心 那個時候其實取名都滿沒有創意的 牛舌餅就長得像舌頭 就叫牛舌餅 那鳳眼膏也是做得像眼睛 就叫鳳眼膏 那為什麼要像眼睛呢 因為那個時候的東西 民生物質是比較匱乏的 但是鹿港相對那個時候 有錢人很多 有錢了 大家才會開始追求更多的物質 吃喝玩樂 那那個時候只有在鹿港 也有做到這樣的程度 所以他就會做這種很細很小的 可以輕輕的拿起來 很優雅吃的點心 最早的鳳眼膏長得像這樣子 這個就是最早期 只有米跟糖的年代 最早的用途是會防止它變硬 那後來也變成一個 很代表性的包裝 這些你們剛剛出完了嘛 那剛剛也有摸到 這個非常細緻 那我們這個要趕快做 不然它等一下又要越來越硬 又要重塞了 壓緊之後 翻面 要是烤嗎 不用烤 這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吃了 對 那我們可以吃吃看嗎 可以啊 這樣做好 好吃 最後一個動作就是 可以把它翻直的 我們四個把它包成一小包 鳳眼膏 這個東西 沒有包起來會硬很快 所以我們就趕快把它隔絕空隙 這樣一小包一小包包起來 你們賣得越多 你們旅飛就越多 我覺得有點小丟臉 為什麼 我覺得好多 要買嗎 這裡 要嗎 兩個十塊喔 我講五十嘛 他幹嘛我拍照耶 要買嗎 你要買嗎 我要講囉 講啊 我覺得很恐怖 要不要買 要不要買兩個十塊 要不要買呢 鳳眼膏 你在害羞什麼 我真的是發現了我沒有交賣的能力 就是他們經過可能看個幾眼 然後就飄走 當時的那一段經過那一段的人 真的是都給我注意 跳舞 有要買鳳眼膏的嗎 兩個十塊 加油 快點 這還是什麼 兩個十塊要買嗎 鳳眼膏喔 兩個十塊 鳳眼膏喔 兩個十塊 做活動要不要 兩個十塊 百年歷史的鳳眼膏喔 回來了 好 那賣得怎麼樣 快賣完了 我賣得不太好 姐姐好像很厲害耶 做生意啊 賣東西啊 真的沒有那麼簡單 謝謝你們來這裡的薪水 小作是你們的提示卡 位於後車廂什麼門旁邊 你心裡是不是有點沮喪 你都被聽到了 一點點 為什麼 又做不出成績來 我自己覺得我喊得有喊 但沒有人要喊 眼淚都快流下來人潭 哪有 不用憋啊 起跑電耶 你的愛呢 你看 這應該是媽媽的愛吧 媽媽愛 這種 我看一下最適合你的 我幫你選 來 幫回去 老闆 你好 你好 弟弟想要選一件穿穿看 可以嗎 可以啊 這是可以試穿的嗎 我們這邊其實是給人家 逐階旗袍拍照的 然後這邊的話是二手的旗袍 然後裡面有全新的 它綠色也很漂亮 你比較適合藍色 歡迎我們的子媽媽 子媽媽 還滿好看的 跟我認識鹿港有點不太一樣 感覺更深入 就是再認識鹿港的 另一個不同的地方 我是依環 我是秉昕 我們在 鹿港 你好 請問我們要找的是這邊嗎 沒錯 今天辛苦你們了 歡迎你們住在我們這個近百年的老屋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是背包客棧 主要的話都是有很多環島的客人 或者是說一些外國旅客 可能想要省一點旅費的時候 就會選擇像我們這種背包旅行的方式 你們今天的住宿地點的話 是在樓上的背包床 哇塞 今天是住這兩個下鋪 好 然後我們樓下的話 是有公共空間 然後因為我們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鹿港這邊有很多的房子 都是街屋的形式 就會比較長一點 所以你們等一下就可以到樓下看看 那大家晚安囉 我們要去房間囉 我們要去房間囉 你好 我想找一個叫阿靖的人 我就是阿靖 你好 你好 你們好 你們是要來 體驗彩科文化的 對 喔 好 那我 請阿美帶你們去 來 兩位同學 他就是阿美 他今年八歲 他目前體重七百公斤 你們等一下 我會讓你們先餵牛一下 牛很聰明喔 他等於八歲小朋友的諮商 一根一根給他吃 因為他食量很大 我跟你講他再多的草 你都不夠他吃 有一點很有趣喔 你摸他這裡他會抖一下 你注意看一下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他這裡的神經非常敏感 大力一點沒關係 你不要嚇一跳喔 對 很好玩 靠近一點啦 不會怎樣啦 會一直抖 好可愛喔 牛跟我們養科有什麼關係 早期在這個小一村 有一百多隻的這個黃牛 恰虎仔 那牠們會從海裡面 把我們採收好的鵝仔 載回來家裡 這個是早期主要的 應酬工具 這裡不正在牠一隻牛嗎 沒有 現在牠有隻牛 喔 牠可以再多重 兩千公斤 哇塞 很快捏牠 爬上坡 比我的腳踏車還快 好酷喔 牠很厲害 嗯 牠在這裡等我們嗎 還是大家會回去 我們一起下海啊 牠也要下海喔 當然囉 這裡有防線耶 好 兩位同學 坐牛車好不好玩 好玩 好 這裡就是柯田了喔 我喜歡 你記得你現在是腳踏台灣海峽喔 你現在人是在海中央喔 等一下十一點多的時候 海水漲潮喔 你現在腳踏這個地方的海水高度 是一層樓高度喔 你要記得 海裡面有泥巴 這麼多 對... 同學你不錯 我跟你講 之前有兩次颱風 牠把一些土石流 都沖刷到這個 荒岩潮天帶這邊來了 其實正常的情況下 這邊應該都是沙灘 再來我們就是要帶你們體驗 這一些的採科文化 像這樣的養殖方式叫平掛式的 你看我們家的蚵仔 現在是不是在曬太陽 對 養蚵仔有兩個基本概念 第一個就是 一顆活的蚵仔離開水面 一定要嘴巴閉起來 那打開會怎樣 打開... 死掉 不是死掉就抽掉了 再不然絕對的不新鮮 再來第二個 活的蚵仔一定要泡在海水裡面 牠才會長大 那蚵仔怎麼吃東西 你們知道嗎 嘴巴打開來吃 也對 喝水 牠們是吸收海水裡面的 藻類跟微生物 當海水覆蓋過蚵仔的時候 這一個蚵仔會這樣吃東西 會打開這樣 對 牠一張一盒... 吸收海水裡面的藻類跟微生物 然後再來 蚵仔的幼苗比沙子還要細喔 蚵仔的幼苗叫 鹽點幼生 蚵殼就是要拿來泡在海水裡面 讓鹽點幼生附著在這個上面 那可是現在沒有水耶 我們家的蚵仔一直要等到等一下 十一點多海水漲潮 覆蓋過牠的時候 牠才會再打開嘴巴吃東西 所以牠晒太陽沒關係 不會死 你摸一下這個殼殼 好 本地養的蚵仔 這個殼非常的厚 對 大自然的生態就是這麼奧妙 我跟你講 保護牠 對 這個那麼厚就不會晒傷了 對 牠就是有辦法長成 牠抵抗大自然對牠的侵害 你們有機會到南部去的話 南部的蚵仔是24小時泡在海水裡面 牠的殼就比較薄 這邊的蚵仔比較沒有鮮味 而且這邊的蚵仔吃起來比較Q 那我們現在就要開始採蚵 那一個同學在這邊採蚵 一個你們要負責去抓蚵仔的天敵 蚵仔的天敵 你知道什麼是蚵仔的天敵嗎 螃蟹 胡碩螺 胡碩螺是在淡水裡面 甜螺 有一種螺 來 你注意看一下 我看到了 這一個 牠是不是護蚵在我們家的蚵仔上面 對 好 來 我們拿抓起來 這是什麼蚵仔 這一個邪名叫科研螺 你注意看喔 牠等一下會給我吸住喔 會有沒有 有了 牠有兩根醋角跑出來 你有沒有看到 前面 前面 跟蝸牛一樣 對 科研螺 牠是蚵仔的天敵 牠怎麼吃我們家的蚵仔 我跟你講 牠就是用牠的醋角 給我們家的蚵仔穿動 注射進去之後 那個蚵仔就腐爛掉了 這個肉超好吃的喔 這個肉一斤三百塊 好 你們等一下有一個同學 要負責去抓這個 我等一下給你們加菜 盡量找這一個 柱子裡面 裡面通常會有 有沒有 你看 對... 應該有東西 我直接掉到你的桶子裡面去了 牠一天到晚 都不停的吃我們家的蚵仔 你盡量把牠抓完 那對牠們趕進殺截的話 那我們家的蚵仔收成就會很棒 好 加油了 加油... 好 我們採客我們會利用剪刀 把這個一串一串的剪起來 兩頭剪斷 然後那就放到籃子裡面 這整個我們都要採收回去 那我們等一下會帶回家 犒賞你們現場BBQ 好 好 好 給大家看 我是飛羽 我是秦燦 我是兵溪 我是阿美 我是水燒 我是阿美 ples 好 我們回來了 好 我們到家了 對 好不好玩 好玩 好 辛苦了 你們辛苦了 來 我們等一下 要讓阿美先休息了 我們先幫他洗澡 現在能幫牛洗澡 已經很難得了 這個小宜村早期 有大概一百多頭的黃牛 恰骨 那後來在大概二十幾年前 因為漸漸也就發明 機械式的鐵牛車 最近這十幾年來 小宜村也在尋求一個轉型 我們就是想說 這個黃牛車 在我們的這個小宜村 算是一個特色 這是我第一次採蚵 然後我覺得很好玩 因為沒有想像到那麼難 我剛才踏進去的時候 我有一點嚇到 因為它的泥很軟 然後整個腳就會陷進去 我今天做了很有貢獻的事情 就是把那個蚵 它的天底都把它找出來了 我覺得採這很好買 因為它會藏在那個竹子裡面 所以你自己要去找 看到那個竹子很多的時候 你挖到的時候 就很有成就感 這個是我們剛剛在海裡面 現採的 你們都有出力的 對 那你們有品嘗過 像這樣現採現烤的蚵仔嗎 沒有 剛剛烤起來很燙 就是要拿的時候 你小心一點 這個有一個方式 就是你拿起來的時候 有耶 這個蓋子你先不要丟 你用這個蓋子 稍微把它摳一下 摳一下它就掉下來了 對 其實一顆蚵仔 是這一塊最好吃的 好 來 試試看 好吃 好吃 很新鮮 絕對新鮮 絕對新鮮 這邊是產地 不怕你們吃 在荒宴這個地區 非常的奧妙 我們的蚵仔 通常都是在中秋節之前 會非常的肥美 你把它剖開之後 它裡面會滿滿滿的蚵仔 而且它吃起來是甜的 還有一個是這個東西 這個叫柯顏螺 它的肉比紅的還要好吃 用旋轉的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非常的肥美 超美味的 那這個就給我囉 很好吃 好吃耶 對 超好吃的 不是好吃而已 在我們荒宴的周邊 還有一些滿不錯的景點 像在離我們家對面 有一個海空步道 在往北有一個荒宴燈塔 或者那一個烘力化電廣場 那個都是不錯的景點 趁著年輕 你們也可以出來體驗一下 不同的烘嗎 好 好不好 那我寫了一些祝福你們的話 在小車子裡面 吃完才能走 對 好 好 很好吃 還有柯螺 好 這一次的旅行 就是我們看時 都有去過的地方 但是它背後的過程 就是很特別 是我的人生第一次體驗 坐牛車也是我的第一次體驗 踩客也是我第一次體驗這種東西 我給自己打就有10分 因為有比上次好 你看我們這一次的費用 好像全部都花光 零嗎 零 對 好的 謝謝 那我們就回家囉 好 拜拜 你們在幹嘛 是不是有點真實 你看就是一個 很水蕩蕩的美人 好 我現在要來 突襲一下你們的行李 好的 帶了哪些有趣的東西 這邊是姐姐的 然後這邊是我的 我們就是努力的 擠進了一個行李箱 我已經就是早上起來了 打扮 所以我有很多給心 電棒球是帶著打扮 我真的是有點瘋狂 就是給我站位